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好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到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常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走一条述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些探讨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些什么令到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呢 好了 那我们今晚的这个题目呢 其实都可以说 在香港都讨论了一段时间了 都不少过一个月 就是关于很多政府批出来的公共空间的问题 原来最近是发现 譬如有些地方 我们一般人都经常都以为是一个私人的地方 譬如好像时代广场前面的那个空地 那一般人 即包括我自己在楼下 我经常都出入时代广场 因为始终我住在这一区 那我都不知道 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来的 那就是一般人是有权在那边休息一下坐一下 但是过去的经验呢 如果之前有人去过时代广场呢 你发现他很多时候呢 就是他用来做那些 特别的商品那些推广那些活动 或者有些人来唱歌才唱歌 那也有看到他有些地方是有些这样的 好像是座位 但是又不是真的坐得舒服的座位 嗯 整条铁在那里 整条铁在那里 好像挨一下那样的 半挨半蹦一条圆铁 是好的圆铁 那你变成了你喜欢挨上去坐一会儿 还是一定坐不来的 一定坐不来的 那这个铁在日本呢 在街上都见过的 但是人家的设计呢 是令你是可以坐得到的 就是你可以挨得舒服的 但是在那个圆铁 我记得之中是好像是 就是阻止你去外面坐的 就不是真的 就不是真的可以挨坐的 就不是真的可以挨坐的 你用碳撞报纸就一定不行了 是的 那么最后呢 被人发现呢 原来那个地方根本都不是 原来不是狗仓 不是狗仓的地方来的 那就开始那些人呢 就去行动啦 就是做些东西啦 等人知道呢 他们过去呢 可能那些管理员 去催趕那些人 他们根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那好了 那我最近呢 两三天之前 我有经过呢 咦 发现了原来他装了很多 那些正正当当的那些 这样的长的 公园的椅子 那些椅子 那些不是木造的 挺漂亮的 做得挺好的 那以前以后面呢 就有一些花槽 那些人真的有些人坐在那里 那我过去 我的感觉呢 就说呢 就是那个 那一个海 差不多一个是一个通道来的 就是很多人来人往 那样 那如果你说呢 作为一个休息 休闲的地方 那你坐在那里 你都不会觉得很自助 那些人在你身边 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 那但是他现在的设计呢 就觉得可以哦 那因为呢 他先做了一大堆那些花槽 中一些东西 那变成了一个通道的感觉 就不是你可以直冲就过了 那好了 那在那些花槽的那边呢 那有几张那些长椅 那如果你坐在前面呢 那都遮到的 花槽遮到的 那人来人往呢 都会在你那边 与远地地过去的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就是看你怎样设计啦 对吧 就是 我第一个印象 觉得其实没什么意思 你不会坐在那边坐在地上 周围的人走出去 走在这边走 但是他重新设计过呢 其实都不错 好了 那发现呢 那在那个时代广场 那其实可以 就是可以变回 就是妥当啦 那但是原来发现呢 有些地方呢 有些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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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 所谓的公共空间存在的 那我听闻呢 就有些公共空间呢 他设计的地方呢 就不是一般 就是 街面 那个 那个 那个地方做的 它是那个 上到楼之后 那五楼 六楼 那样做的 那就是你变成了呢 那一般人我相信 都 都很难呢 就说呢 休息了 特地走到别人的大厦那里 去到五六楼 去坐下休息了 那就是很明显 在那些这样的环境呢 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呢 其实呢 就是 是用不到的 那好了 那我们发现了这些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 他现在其实呢 就是 拿时代广场为例呢 是的 他就将 公共空间 就装置到变成好像是私人空间 所以你这么多人 经过经过十几年 二十年 是的 都不觉得他是公共空间 是的 因为他弄得很漂亮的嘛 还有他自己本来 那个时代广场呢 又铺了漂亮的环石 一看法又有个花槽 还有他可以 这次没有的 花槽也没有的 不是不是 那些 那些时间也没有的 就是你感觉上是 好像一个大的通道那样 不是 其实感觉上 他给你的感觉就是 那些颜色啊 或者配套呢 令你觉得他同时代广场是连一体的 是的 令到你觉得他是属于时代广场的 嗯 所以 他不是用了那些地方呢 整天都租给人做展览会的 是的 是的 可以很贵的 知道吗 那个实在的价钱 我相信 捐尺计 是的 很厉害的 很赚钱的 是的 值得怀疑他有没有权租给人的 应该呢 据我所知 这些这样的 其实呢 这些所谓的公共空间呢 很多很多时都会有出现的 为什么呢 我说给你真的明白 嗯 譬如你建一间屋 譬如你建一间屋这样 嗯 屋就画多多少赤地给你 你就建那里建到够了 嗯 但是建屋和路之间呢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段很小的地方 嗯 譬如我家里这样 我住在尼岛 屋批了给我 几乎拍赤地 我就建屋了 村屋 村屋前面那块 屋和路之间呢 有一块地方 是的 其实那个就是公共空间 是的 这样呢 不是 村屋前面有些自己霸 有些自己霸 其实你可以租的 很简单 你可以租的 哦 我就租 嗯 不是很贵租的 不知道是十元还是十五元 租大你可不可以 不是 我可以地 他要租给你 就是他自己也无法利用得到 嗯 不如租给你 你就帮帮政府手了 就是掃垃垃圾也好 弄力 弄回 不要弄和他就算了 还有这个公共空间概念是很有趣的 我拿回时代广场给各位看 你想想 有个时代广场就没有那块 嗯 其实时代广场就立即收窄了很多 只有一个建议 只有一个大厦 没有广场 没有广场 但是你想想 政府就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要我政府建签广场呢 很贵的 嗯 还有呢 又不必建得对 嗯 又不必建得漂亮的 你看到政府建了很多东西都不漂亮的 嗯 嗯 所以政府 其实很长远都是这样做的 不如政府 我批多些地给你了 你什么大集团 你帮我弄好它 但是呢 那个就变成公共空间 嗯 但是当然了 很多时候 你知道地产商 那些公共空间 那些公共空间 就是装置私人化 就变成私人空间 嗯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更好的 你们都知道是 王后大道中 嗯 就是由政府进去 下来呢 嗯 就见到 汇丰银行 汇丰总行 总行 一路一路一路下来的那条路 整天都塞车的 嗯 其实应该 还有人呢 经常在两边过马路 嗯 因为两边都是大厦和商铺来的 嗯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塞车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那些地方 至少应该有六至七座那些 那些叫空中的天桥 就是大厦和大厦相连的 是的 就是批多些地给它 你和我建了这些天桥 其实本来的设计就是 就是人 就是走那些天桥了 嗯 就不用过马路了 嗯 那这个也是 那些车 那些车 那些车便可以很顺畅地过 不用停几次 那里有成 一二三四四四个停车位 四个巴马线位 中环 香港中环的特色 就是那些大厦全部找天桥连起 本来就是有这么多 那就是令到在中环 做些大厦 就是那些办事的人 其实就疏到 那些人就不用下街 是 就在天桥那里去交收 那些东西 是吧 那又舒服 是的 但是天桥是否公共空间 那天桥是公共空间 那天桥是公共空间 那就是用这些条件去叫它们起 是的 但是后来当然没有起到 有啊 我看到很多大厦都有 是 但是那个黄后大道中留意一下 一条都没有起到 嗯 全部现在那些人都是要过马路的 放晒蒙 嗯 那时審计处 掌报告 彈立过这件事 但是都是不了了之 嗯 但是我看到其他大厦 例如阿历山大厦 就是智地广场 那里大厦大厦之间有很多 那里有 但是契零零丁丝 你留意一下 你又去逛逛了 是的 那里比较新的大厦 娱乐行和现在 即是旧时的黄后 是的 你说起是的 没有的 全部都没有 全部人都要过马路的 所以那里才会这样塞的 你想想一下 车又多了 又要停死次 所以不塞就不行 因为本来就想着是这样的 应该就不会这样塞的 那结果就 因为 你明白 地产商有好一大团的 一大群人 他们收好薪工 只是想起了那些办法 去作政府钱的 哦 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其他 例如 高罗斯塔那里 那里 就好像有很多 是不是 大厦和大厦之间有很多 是的 华后大路中那里 是真的没有的 真的很多 我记得 我也有时候走出走入 过马路 那个 那个 加洞灯要等很久 才能过到 是的 那这个可能 那些大厦又不同 那些大厦的级数不同 那些级数不同 那些级数不同 近山那边 那些是旧的大厦 人家有很庞大的律师团 去想的 这个事情 我真的好像 那他也没有什么 做数的 这个建筑 如果你不拼买 那些主要的大厦 那些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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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不建了 不建了 不建了 建了自己的楼 那你先调查 这个是不是 也不知道 就是 法律就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一个 屋契 就是屋契的条件 那你就说得对 就是大约的地 可能是 较阔一点好 或者他基本上 是预计了你 建了旁边的地方 嗯 要你管埋好 那你是派的地 给你 那你就列了条件 那你整个公共空间出来 咯 就维修了咯 因为你自己反正要整 要整 整阔一点咯 那大家好咯 那这些就是所谓 就是给了 公众可以用的公共空间 那就是以前 你说的公共空间 以前 其实是马路来的 香港的大厦 就是在未重建之前 没有所谓的规划 香港整个城市 你看到其实都是 好像伦敦的小镇 就是全部的路很窄 是吧 那你没有所谓 就是留给公共的地方 或者公共的地方 就是这条马路 那现在他重建一些 设计的问题 就整了这些东西 事头讲 以前是戏院 那堆东西 我们小时候 李母台那里就是戏院 李母台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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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些 舊的 很舊的 是的 由头重建 那他就整个规划 给他 要他负责这件事 总之就是整件事 这么好笑 就是原来一般人不知道 是 那应该是本土行动的人 挖嘴出来 那你不查契 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那政府应该通知那些人 这个真是混帐 明明是公家的地方 你是预计了他要服务公众 你不告诉别人 那里是他有责任服务公众 那就被他拿出来用 那这个不政府的错 整件事如果不是 伯巴那样的 即是时代广长那些 那些首位 用这么严苛的 态度去对待他 停留在他那个 港场的人 但是也没人知道 那些人 那些人生气 那些人就去查查他 有人去搞 起了一件事 那你搞了一件事 才知道夸张 原来有这么多恐怖空间 被人私有化了 占用了 那现在你拿出来用了 那还有你又要什么 要搞搞他 是吧 但是你说的 本都人和那些人 他们的看法 又过了一点的 即是他说 不只是要拿回这些地方出来 而在社会规划里面 究竟有没有预留一些 公众可以去的地方 因为公共空间 是指这些 即是好像皇后象画头 以前千星画头 那些空间 那些人自然会去到的 街 留在街 因为现在变成大商场 没有了 即是一个空间 给普通人聚集的地方 其实香港是很有趣的城市 那些这么大的城市 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无意中 拿了维多利亚做这个 做了皇上广场之外 现在我们说 你知不知道维多利亚 我们现在说 是拿来 有什么公众集会 规矩去那里 从来都没有不给 但是每一个大城市 一定有一个广场在那里 那你做个广场被人集会 纽约有时代广场 就不符合殖民地 管治利益 那广场不是给你示威 而是提供一个 基本上是休戏的空间 是公共空间 你喜欢的人在那里走就行 坐下买点东西 或者有些文娱表演 天安门也是 挺大的天安门 那是很大的空间 那整个北京市民 是一个介入去的地方 还有很多活动 要整个管理公司 管整个政府部门 那它有那个作用 但是香港是没有 那变相有些地方用了 维多利亚公园就是了 我看早年 即是保钓的时候 那些人要示威 不就是 布公码头 不行 即是 不准 接着维多利亚又不准 是不准的 不准那些人是硬示威 然后捕了一千多人 那时候 七几年的时候 保钓的时候 捕了一千多人 那之后就开放了 漸漸就是 就是 群众压力 那变了现在 你好像规矩 就是 你 什么支联会 什么组织 你在那里做集会 他就给你 原来不是必然的 以前可以不准你做这些事情 那其实现在是可以不准的 就是他有权利不准 他现在都不敢这样做 是 还有一个地方 你见旺角的西人赛街 原来是因为 那些超运营那些街 变了小运区 那条街就可能太多人走 因为那里是没有 没有罪过的地方 游尖旺 就是 没有公园 是 就是在一个大街 旁边是没有一些空间 游游空间 那变了封了一条路 我想就是 等那些人 不用聚在 尼敦道那条行人路 那两条行人路 那变了那里 那里有个地方 那些小运区 那些小运区 就是可以做生意 那些小运区 那些小运区 就是想不让他走 那里有一个小运区 那条街 本来想着 一个商店的街 还有多些人走进去 那里 大路没有太阻塞 但是结果 你发觉这个 变了一个 很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很多人在那里做街头表演 当然 又引了一些宽频公司 在那里 埋宽频 正当在那里搞轮盘 街头轮盘 那是多了很多 香港特有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的社团 那些剧团 说是去做街头剧 那你去哪里做 请问 是 街头赶你的 哪里都赶你的 是吧 去王国 不是不是不是 去石澳 什么 赤柱 赤柱 赤柱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有些人去表演 没有街头表演 是吧 赤柱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有些人去表演 香港真的没有街头表演 是吧 那你封了王国 那些地方有些人去表演 叫做 叫做 有人在那里搞这些事情 是吧 那你 迟来港场这几天都有事 是 是 这几天 昨天的事 是吧 有个人在那里 不知道做什么 他做 或是 做 或是 或是 那去做 那 我拍过上youtube 那大家 就是 網上喜欢 浏览 找一下youtube 现在有的了 他又是一些会员说他走 他又噴了 有一瓶空气清新剂 噴一噴 你叫他不要噴 噴一下给你看 噴完就没什么 有没有毒的 外面卖的那些 也不是公开有毒 可能你咳两下 空气清新剂 是啊 那些会员就干扰他 干扰他 噴走了 接着有个人来教他 他就暈了 然后就报警 警察来就要录案 可能在街头表演 但这个过程被人拍了 我想是 本堂能动一定是自己的 总之就是拍了他 又蠢都被人拍 报纸都卖了 好像苹果都卖了一段新闻 都卖了一段新闻 诶人 又很难 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香港根本就是没有这些空间 不足够 是严重 根本没有想过 如果你看本堂能动 那些人的理论 根本整个政府设计 只有规划 规划的意思是画多少空间 给你 放些花草 树木 做些假的 绿化的东西 现在他整个观点就是这样的 他没有想过 要保留一些 城市里面的空间 给一些市民 自由去的空间 以前有的 那些街市拆了 就不准他再有条街 在那里卖菜 那些 那些公共空间 那些人是一般自由出入的地方 以前那些街边 大排档 没有了 其实这些是香港特色 这些是漸漸没有了 而变成了大 商品牌 多层大厦 变成了商场化 所有什么都要在商场做 是的 在高空 没有了街道的感觉 其实没有了街头 街道就变成了一个行人和汽车通道 你不会榴莲在街头 没有榴莲街头 是的 你不可以在街头榴览榴莲 这样的情怀 没有了 整个城市鸡是不同了 你看我说 他原来 建立了 可能大厦多了给你 本来那街角有个位 是 那些人在那里聚一下 放了两门花 没有了 然后就叫你在五楼建立那个地方 是的 整个地方 就是 原来 政府列个数据出来 公共空间 没有少到 多了 不如有些去了五楼 但是一般市民觉得 你在街头走 可以给你自由去的地方 自由用的地方 是不是越来越少 到处都画了 这个是这间公司 那个地方 是吧 那个商场是给你了 不过是人家的地方 让你给你面子 不让你赶你走 你坐在那里都不行 有多少个 好像 好像 施资银行大厦 下面这么阔 被秘荣 霸了来用 那里真的是私人地方 但是它是 那是私人地方 是吧 以前你小时有没有去 匯豐银行 匯豐银行 他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只不过一个通道 但是很正 如果天热 你在那里 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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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交給你,那些石膝固,掃地,他自然會循來循去,然後干擾你,你就已經覺得不是公共空間,公共空間你喜歡這樣就這樣,海灘有沒有管理你,私人泳池才會管理你,公眾泳池也不是的,你的感覺已經不同了,沒有了那個感覺,你有什麼意思呢? 那些人不會去,不會去就對了,就變成那些豪廷,自己的人就用了他,變成公家的地方,他就拿來私家用,在那裏搞活動,整個制度就是這樣,現在背後的問題就是,沒有解決到越來越來越少,在城市裏面,即是公共空間,有文化意識就更加少,而所有重建其實就減少了空間的空間,減少了, 令到城市一直萎縮,即是文化又會萎縮,很有趣的,你說文化這麽大件事,即是人與人之間,即是想在一個城市這麽多人,即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的interaction,即是溝通,即是很多時候,譬如你在外地其他地方,很容易在街上認識到人, 譬如你在街上,在一邊看小販,買個雪糕,ological隔壁那位美女,是很容易,但香港有沒有這些事實是沒有的,因為香港根本沒有了雪糕檔,沒有了街頭,香港是只有街道,沒有了街頭了 亦都沒有街頭文化,無論有些人聚一下,聊聊天,有些話題,才會有些… 你那些都不是没有的,不过就不是普通我们留意到的 是卡拉OK 有些地方变相是老人家聚在那里,他不是都会认识了人,会认识了朋友 在那儿下棋,打十五户那些新区里面的地方 在公圈仔 我记得前几天我去九龙旺角,走过上海街 一路走,又看到大厦之间有个小小的花园仔,有些老人家在那里 但那种感觉是很不自在的 高楼大厦之间,或者舊楼之间,有个小小的花园仔 主要那里有一幅地还没卖,政府还没找人要,就创了它 由此望,其实你不能看到这些公园,所以湾仔公园就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的,两个大厦之间,暂时还没卖 就先弄住公园给你,那你完全没有公园暗门 其实那是一小幅幽链涌地,放几盆花在那里 这个是什么的,其实不知很多人有没有研究 其实有一个公园港街是很值得做研究的 以前也有人研究,不过就没人再理 现在就是大厦和大厦之间的地方 你猜是谁的? 什么意思?大厦和大厦之间的地方? 后巷 后巷,现在那些后巷是很窄的 不过都很窄的,但是两个大厦之间总会留下 都不窄的,起码有五六尺的,对不对? 五六尺只是给你推那些垃圾车,那些过下的 有什么东西呢? 不是,那些都是车的,但是问题是所有大厦后巷 其实变相是公共,不是公共,是半公共 很多人都建了木屋的嘛 起了木屋的嘛 哦,是吗? 啊,你没有走的嘛 后巷你没有进过的 有时我记得有些好屋,也挺有趣的 咖啡档,咖啡档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那时我见过一下 不是很多年前的 好,那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我们再再再再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打电话啦,跟我们聊聊啦 我们电话是2134134 那我们,好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再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好,很快我们就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香港最近发现的很多公共空间 其实就是被人私有化 其实背后带到出来,刚才王岸然也提出 其实背后,其实我们应该反映到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人真的不是很多些 所谓可以容易休息休闲的地方 而整个城市规划所见到的趋势 都是全部变成商场化的 就是根本就是很努力地赚钱 很努力地消费 很忙碌地做事 又很忙碌地消费 就是这个生活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模式是谁会弄出来的 你看到发展的方向 就是全世界香港有的 日本也不会有那么敌极端的 日本呢,就像东京大城市 真的有些后行小巷 他有很多,当然不是在街头工作,但他有很多小的小小的, 喝清酒,吃串,吃麵,招呼十个人多的麵当, 本来医生我们有的,我和你都见过了。 大白当没有了,以前中上环, 在上环有四条街,很名的街, 圖文街、興文街,現在還在,賣相機、充曬東西、花學材料,賣舊東西、摩托街那些,這些是街,如果一旦重建,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樣子,沒留意,那些街,但可能已經沒有了那些特色,還有上環那些,你見到很多檔口,排檔,那些叫排檔,記得了,那時候我做過一次survey,是有排檔的, 其實是小番牌來的,那政府給他的,那他就貼住那個建築,那個檔口,那些叫排檔,我相信,深信,中西局重建,你當時有幾年年代的事? 現在說是80年代,中的時候,做過一次大的調查,房屋處的調查部,一日之內,將所有中環、上環的後巷,這些排檔全部做一次紀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深刻意收回,要賠錢給人, 即是要放置那個環境,那他怎樣賠錢給人家計時,那有人住在那裏呢,你都知道有人住在那裏,那些人會出來說,我住在那裏,要公屋,那些要給公屋,優先排隊,即是等於木屋,等於木屋,等於木屋,那要立即放置,搜尋了,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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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了, 即是中西區去那些後巷去一次,即是記錄了那些,那才發現原來這麼多古怪的東西,而是沒有記錄的,即是直到那時候,之前呢,政府是不知道的,有多少人住在那些地方,有什麼活動,知與不知之間,所以要做個統計,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城市的特色,這些呢,現代化了之後就沒有了,朱開迪的那個,即是管德雲同寫的那篇文,他講得很清楚的,我們講的公共空間,其實很簡單的,以往都有,街道,街道和街道之間,那些這樣的地方,這類的東西,那這些其實是市民在那裏休閒行來行去,在那裏活動,那裏有個公園更好,有個大一個公園更好,有個大一個公園, 空間的那些人,但現在是一直消失的,誰會令它消失呢,還有為什麼要這樣消失呢,把這些人為的公共優點的空間給你,意義在哪裏呢,因為你要發展它為一個,好像我們以前那樣,石水渠街,灣仔,或者中環高幾條橫街,那些大牌檔,你發展那個感覺出來,你是要很久的, 還有你現在不會有些石碑管住的,擺多一件東西又扔掉你的,又要每天掃幾次街,那你又沒有那種感覺的,那那些去了哪裏呢,我們城市的感覺,所謂香港特色,沒有的,我們老了,所以我們還記得,我們都沒有見過那些東西,那些很有感覺的,以前春園街,灣仔,走進去春園街,灣仔街市裡面,那些感覺是,真是遺憾,很久沒有去的, 是一些可惜的,可能回到林,變了,李東街,我知道,我做過事,李東街,李東街做過事,整條街有很多人在廠,我在其中一間廠都做過事,但是那條街的感覺,現在這樣拆掉之後,一定沒有了,好像一條死巷一樣,現在變成了,然後將來會變成了,你覺得好像有核子彈,放進去,就是建築物仍然還在,不過就沒有人了,整條街,收了它,拆掉它, 其實很多這些公共空間,是需要時間,慢慢地發展一些活動的,還有一些本土文化在那裡,要配合很多因素,其實你都不用怎麼發展它,你放開手,有些人自己整理就可以了,那本來是不需要理它的,旺角那些波崴街,那他有街又說拆掉,那本來的特色是怎麼來的,沒有人來的,西環上環那條海味街,那些賣海味的地方,遲些實是, 拆掉它,然後就在一個多層大裡面,重現這些,保濟院那些,那些大老是豪,好像在上環那裡有一個這樣的,就是古蹟的建築物,裡面就有很多這些,就是西廣城,就是一個很失敗的例子,應該是看到的,我唯一去過就是喝茶,貴到死,人家請了, 你見到,就是一般的遊客,進去之後,好像一個很假的,不是真的香港的,就是原來的特色,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見到有很多人,就是很積極,很熱心,就要保養這些這樣的古,就是所謂一般人,可能是眼光了,骯髒了,骯髒了,舊的地方,那怎麼做呢,但是其實背後有很多因,很多因,醫生真的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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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現在是那些 20 歲的人走去說要保留這些,我們才發覺真的остan Ricardo,是 Aaa,沒有人家的都做好了 Man próxim來,我們如果是 我們以前,我繫過我們,我們以前,我小時候在北國長大,還有一個福利會,我小時候擅長在那邊,倉鳍滋,喔 是啊 有 Race 有一個看頭的男 agencies,并不 今天完全没有十元仔可以聚在一起玩的空间 香港是不是很危险呢 十元仔不应该这样做 可能是未必的 但总之你是没有的 十元仔一年一年 有时十元仔很简单 放学 要么就做功课 如果不是 下街玩 大哥哥大姐姐就出去玩 下街玩 现在哪有下街玩 下街很危险 就是想想 没有地方你玩 你去平台那里玩 在花园那里 除非那里 或者小时候 在街或楼梯底 打波子 打波子 或者中華棋都有 横街 后巷 这些地方是很有香港特色 就是公共空间 但现在没有了 现在你在街上走 现在就不可以在街上走 不是 不过快点走 就是纯粹一个通道 就是污点 你要上一层 在高空的天桥 你不过香港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 是 如果你去上海 不知道 十年八年前去上海 比较恐怖的 为什么呢 大个地方都是一两层高 然后天桥是在空间过的 然后建筑就在天桥更高的地方 是三十层高 很漂亮的 但是你在公共空的地下 原来还有两三层那些 旧上海就是这样的 其实很古怪的 一个城市是这样的 不过他们高度发展 发展得快 就是你去开新区 全部高楼大厦好地地 那天桥有一家 它再也高 一两个 muy縮 那天桥我 然后呢 三十三多层高 是旧的 Wake 然后他的路 因为路他要快 你就不可以到現在的路上 那便跑得ulyga 上海是這樣的,舊城市的風馬就沒有了 小說裡面的上海風情,現在去到你眼光光,我看不到 到時他會起一個模擬的上海舊城 就要收錢,你們又去模擬上海舊城 城王廟,很多小店仔 你好像去一個片場,抵你去一個環球片場 有人曾經說過,我們香港 甚麼會令到人會喜歡來香港旅遊玩呢 其實是這些以前的特色 遊客來香港,看商場外國沒有什麼 多聲,名牌人外國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經常說發展旅遊 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很刻意要做那些新的工 你知道那些官員多誇張,記得大澳我們也去 現在還有買鹹魚的那些,水上搭的那些屋 他們自己建了,沒有,拆了它,建了漁人碼頭 在新加坡那些,吸引遊客啊 等於說,本地人都不去 你拆了那裡,本地人都不去 如果你做這些東西,吸引遊客去 你想一下,你的想法是很有趣的 其實遊客真的去那些,不是去那些 他們的國家大把,漁人碼頭 每個國家都有 我發覺漁人碼頭很返濫 大家都說漁人碼頭 都不是在漁人碼頭 香港這麼正 有些是爬屋,水上建的爬屋 你給我看看 不是很多有的了 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些很古怪的 基本上是那些人要住屋 而那些是艇戶來的 我記得以前在香港仔那裡 其實香港有個避風堂的 那一堆堤壩的 那一堆堤壩的 那一堆堤壩,因為沒有人來 就啵啵啵啵啵啵啵起了屋 兩邊起了,沒有屋出去的 但那些人怎麼整的呢? 真的不知道 是住的人的 但是這些建築特劑 當然你管它就要 供水供電 看看結構那些要 如果你說留在這裏 多正 留在這裏 多正 但不會 最重要是拆掉它 不乾淨 由頭整乾了 以前我們香港仔吃魚蛋 現在哪有 在多層大廈裡面 香港仔吃魚蛋 還有我覺得現在有一個 比這個更重要 就是 到底公共空間 是要怎樣融化 我講個例子給你聽聽 如果你留意一下 任何香港的一個沙灘 不准做的事就多了 不准放紙要 不准有夠 不准放紙要 不准玩火 不准踢沙 不准拔沙 不准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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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搏七人 玩Fishbee 行不行 不行 你想一下沙灘做什麼 除了游泳之外 不准踢水 坐下 坐下 坐下都還可以 但你又沒有那麼大 那麼大動作 那當時他這樣想 也有原因 不准踢足球 當然他有原因 我想說出一個論點就是 他們用行政方便 代替了實際需要 即是說 為了我 政府官員 為了管這個地方 就弄了很多 什麼七七都不准理 那沒有事情發生 沒有投訴 沒有人需要管 沒有事情發生 可以走過坐下 我講過那麼多東西 不准 沙灘不准做的事 你覺得那個就是沙灘 譬如你在其他任何地方 這些全都是沙灘可以做的事 即是我一講沙灘 譬如你問一個美國人 問一個澳洲人 你說沙灘的事 他立即會有一個圖畫 可能有些人帶一隻狗去 繞一下沙灘 沙灘在旁邊 有些人打排球 有些小朋友在筆緊沙 有幾個男女在玩水 潑你潑我我潑你 是這個圖畫 是一個很活潑的圖畫 原來香港不行 但你在香港看 你留意一下沙灘 你留意一下沙灘 你看到一大堆 譬如放假 有些人坐在那裡游泳 如果不是放假 沒有什麼人都坐在那裡游泳 你想想 那圖畫是多麼令人沉悶 所以他為什麼這樣出現 很明顯 如果你說可以踢球 如果被人踢倒 就去投訴 他就避免這些麻煩 或者什麼活動都不能做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會弄倒 就算剪玫瑰花 都會被玫瑰刺刺 香港的地方很有趣 譬如有些人在某個山區 發掘了一個地方可以踩機動車 好好的 玩一輪 接著有人跌倒 接著就按了他 換來就是這樣 如果你用這樣的態度 總之什麼都不准做 什麼都不會發生 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 人家經常說 做公務員的 他們的工作態度 就是 越少做事越好 多做的機會 錯的機會多些 什麼都不用做 就不會錯 應該看到 如果是香港公務員的文化 可以看到香港的問題 有些報紙上有講 問題就很明顯 這些公共空間 老早已經計劃了 但是 從來沒有人去執行 是吧 就是 又是 這種同樣的說法 就是 沒有人去做事 沒有人去說 那就沒事發生 是吧 所以 應該看到的 香港的 現在的整個 方向 走勢 其實會 繼續發展下去 政府很明顯 不會做得到 很多事情都靠政府做不到 但是 你記不記得 有時候 這些公共空間 不是政府管的 叫做市政局管的 有一個報名叫做市政局 是 都是政府 不過 有一個民選的機制 有一個 殺了局之後 那個市政局 是很重要的 其實 市政局 都是指揮市政事務處去管的 不過 政策就是在市政局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那麼麻煩 沒有那麼多麻煩的事情 少些官僚 官僚是Evasion 不過他就很討厭 嗯 因為他考慮的事情 不是要增加文化 管得方便 方便他管治 方便他不用那麼多 不低 那麼多麻煩的事情 但我們也要從另一個角度看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很簡單的理由 以前人口少 空間多 空地 空地 現在人口也不是很多 十年前 沒有什麼增加到人口 這十年 你剛才說的80年代 那個現象 那是否真的 沒有那麼多屋邨 沒有那麼多新開發的地方 人口 人口 例如上海 我記得早年 葡東剛剛開發 當時我去過 你真的看到很多屋 是很殘殘舊 如果你說要開發 你又要賠償 香港 你知道 那些人乘機又拿 好像公家錢去拿 其實又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我們政府要發展的時候 你怎麼去取捨 始終地方 可能人口要用的東西 越來越多 以前的空間是不夠用的 那麼我們要怎麼走 你說有他在這裡 那其他那個 即萬一真的 地方不夠用 那要再發展 那些平房仔 那些低的 矮的建築物 要重新改造 建更多些 可以容納多些人 我覺得在政府的觀點 其實他們是有這樣的需要解決 有時候 我們看我們那邊 看看其他人 然後反對他人 但其他有可能 他有他的真正需要 其實很簡單 其實政府管得這麼辛苦 又管得不好 為什麼不找一些委員會也好 什麼會也好 委任人一些可以又做得好 又收拾又收拾 又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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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貴的人去做 既然政府經常都outsource 為什麼不outsource 一個組織 很簡單 交給區會做也可以 他不肯 你覺得地區 有多少肯交給區會 當然要去建一個頂 建一個棚 建一個棚 即是在區會決定的事情 嗯 現在最大問題 所有事情 都向上層集中管理 但在上層集中管理的時候 又管不了那麼多事情 所以就搞到這樣 每個都要 即是每一樣事情 都要搞到極度簡單化 那就管 本來管理管得一鑊足 嗯 所以既然市政局是很有用的機構 其實市政局是抄英國的制度 這個市政局的制度 是幾百年的制度 政府 管城市 為什麼叫Urban Council 倫敦市議會 Council 就是一個市議會 一個市議會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居民 組織一個組織出來 管理自己的城市 就把那些康樂啊 民生啊 看我這樣 就自己去管理 更加 花少些錢 但做得適合他自己 你想想 有一個 官 有外來的人去管 那個地方 他都不知道 那裡有幾多條街 他都看過地圖 尤其是政府的官 哪條街 哪條街都不知道 叫你跳去 叫你跳去 如果曾蔭權還在管沙田 整個沙田就很棒了 這麼厲害 他不是 過冷河兩年都走了去其他地方 他怎麼會搞得好呢 搞幾年他就搞到棒球隊出來 如果他搞到現在的棒球隊 可能是多難化最大的 不過他搞兩年就走了 就得名了 清少林棒球隊 沙田 每個區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沒什麼 但他不是屬於這個區 你說英國那些 香港人的權力大很多 管這些東西之外 很多東西也管圖書館 管教育 負責撥款 即是超級學校 甚至跟教會合作 是照顧那些 弱勢社群 弱勢殘 那些都做了 這是一個非常之行之有效 非常之好的制度 其實 香港搞區議會 本來的意思都是 開始在那裏 想做這些事情 但當然 搞出來之後 談判一完成 那個區議會 就丟了開 當時是民意代表的 但是現在 把這些所有行之 全部廢除了 變成每個個政府部門去做 各個政府部門去做 去看的問題 其實 所有問題都變成了一張 memo 嗯 嗯 嗯 很多槍門在一起 那他怎麼解決呢 那時候我做政府就知道了 有時候約了一些政務處 即是房屋處 又約了政務處和政務官 接著有些人說 關注那些 寮屋居民 什麼鄰舍會道會 那些 那些 那些團體好像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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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些 好 那些 那些 那 好 灑他走 之後 其實私下說 當然自己搞 不要!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不會叫他們這些人來 如果 在你喜歡 頭可以整個委員會 之類 那 然後 負責地區管理 政府都興 但是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嗯 其實官僚有個特性 就是 不如我背了權在身上 有文件寫,有事情要做,自己的重要性 如果有民選區議會,然後向他負責,又麻煩,又有人問你這樣那樣 二來自己的權就給了他,說事的權,自己就變成22 那你做官員當然不過癮,所以基本上你交給官僚就是這樣 他制裁的東西是很制度化,很系統的,一層一層的 但是就沒有了文化意識,沒有了地區特色 反映不到一般人想要什麼的 即是你不要那些都做了,你香港有很多優點的東西,你都不會去的 但你做得這麼漂亮的東西,在角落頭裏做一個公園,很漂亮的 但是通渠大道是沒有的,你想坐下來就沒得坐的,廁所也沒有的 但是那些沒有人去的地方有很多這樣的設施的,因為官僚做出來嘛 即是他不是為你方便做的,他是為我的記錄裏面,我這裡的區裏面做了幾件東西 Good record,沒有投訴 所以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交給多層大廈,整個五樓市上的公共空間更加解決不了 即是你只有那些人住在這裏,其實質素如是差的 即是你住在城市裏面,你逛街,沒有地方休息,或者沒有空間給你可以瀏覽一下,或者礦一下 這樣就很沒人的嘛,即是你都不喜歡住在這裏,是這個意思 但香港的城市裏面基本上是這樣的,香港的城市 即是有的那些仍然在繼續萎縮著 即是由這個公共空間的問題,其實我們都看到,其實很多的所謂社區的出現,都是要慢慢地 evolve 即是不可以說在外面就丟一個架構下去 我記得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有間學校在Vermont那裏,一間稀皮學校來的,綠色大學的 那時候學校就建了一些小小間的宿舍,在一個山,即是一些山高高的地方,就建幾棟的,一棟就十幾天住而已 但當時的校長就沒有建爐,那為什麼沒有建爐呢,他說那些人會走到那條路出來,即是你不用去建爐的 即是他當時的構思就是這樣,我就建了一棟,即是有一棟地方,有一棟草原高高低低的,起了一棟棟,不是很多房間而已 我記得一棟房子大概都是八棟,十二棟而已 那那它怎樣呢,那那些路怎麼走出來呢,那它就有些人走出來,那些人自動會走到那條路出來 即這個是我七零年代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這所謂的綠色大學,他們就是這樣,因為很organic,很多東西是自己 evolve的 還有我第一次都是真真正正體驗到那些作為社區的民主,即是那些活動的 那我記得有一次就,我跟那些大學教授帶我去,因為很多外國人 那不是很多的,整間學校都沒有,我想都未曾有一個香港人再去讀過的了 那我們就跟那些學校,有一次去那些town meeting 那其實美國的真正的民主就是這樣,有事故發生了,那大家在那個town hall那裏 那大家一起,有時候在那個教堂最多,那些小小子在那個教堂 教堂做了惡識的了,就是這樣去的,那我記得有一次,那地方好像有些小朋友失蹤了 那大家就去幫忙去找,那我們就動完我們就去了,那大家就有些人就倒茶遞水,做些事 那他又要計劃了我們在山頭怎樣去掃,那就是很有趣的 這個就體現到是真正的民主,就是我們大家參與每一個社區 在一個最基本的層面,來都改善我們的生活 但是香港很明顯,就是不是在走這條路,那我們始終,是不是一個複雜的大城市,是不是走不了呢 這個問題我們都要,就是我們,起碼我們… 還有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是想要長期住在你那裏的社區那裏 很多都是移民來的,就是令到… 香港人知道公屋是沒得選的,買樓更加不輕易換樓了 其實香港人很容易綁死了一個區 還有香港現在,少了很多叫街坊福利會 是 舊市很多叫街坊福利會 街坊福利會 現在沒有的 屋邨也有的,那時候,北國屋邨,現在沒有了 那這些是自己私人組織的,跟政府無關的 政府也鼓勵要搞這些事情 但問題… 舊時哪有政府鼓勵自己,那條街道,幾個商店 或者上面的住宅,那些業主就會出來,搞活動 或者搞過年過節,拜阿神 然後可能街道有些什麼事呢,譬如爛了,要收補,大家一起夾錢 這個組織慢慢地承認出來 但現在必在街坊福利會 沒有的,有什麼事去管理處投訴 管理公司 是的 其實有這個,這次問題顯露地的地方 就是香港休閒的空間真的很少 現在的小朋友,尤其是你看到 不是休閒的,其實連休閒都沒有了 休閒都沒有了,過年都沒有了 是沒有休閒,香港沒有休閒,香港不是一個休閒的城市 好了,令到香港人做什麼事都好,都要出國 所以整天都在香港,那個旅遊市是這麼多人,整天都走 因為真的,香港也沒有地方可以 沒有,很同情 你說,一年只有十二日假,放得這麼辛苦 難道你在香港這樣的街道到榴槤呢 當然要出去,但是在其他美國大城市,去紐約 可能很有錢,但放假都可能留在紐約到度假 因為紐約會這樣 你攤過攤,每個攤都可能有特色 夠你遊覽什麼的 當然香港,你入大埔,走一天兩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當然有發展到,想去大陸玩,買便宜 現在又不行 但譬如你問一個紐約人 你紐約是什麼好玩 他就說了很多東西 但我問一個香港人,香港是不是好玩 沒有什麼好玩,你不要來 是啊,記得特點,海洋公園,直線來,買東西 其實我覺得香港買東西都不夠很多其他東南亞城市 甚至馬來西亞有很多品牌 不要說那麼多了,就是講小食的種類 很奇怪 小食的種類越來越多,越來越少 比起我們小時候 你沒有什麼機會去找到那些檔 還有的 在民間式 他可以自己自創一些給你 有些自創 買一些新的機器 你是沒有空間給他 但是沒有那麼多款式 如果你有空間給他自然 就會有很多款式出現 因為根本沒有那麼多空間 給那麼多人去做行業 沒錯 你放在商場裡面 他怎麼會創造很多東西給你 他商場不會給你的 商場銀牌 就算給你 他的種類都限制 因為他要付很貴的租 他一定是給一些 本小利大 是的 我以前也提及 我以前也提及 高地價 譬如丁丁糖 好像三陽南貨店 老闆娘自己都這樣說 我根本沒有辦法買這些簡單的雜糧 可以為皮 我不如就放棄它 我以前也說過 高地價政策背後有影響 會帶動很多東西 就是一件事 就是很多簡單的民間利潤不高的活動 食物是不會有出現 那換而其次就是那些 就是本小 法學東西 原來那些千篇一律的 這些這樣的產品就會越多 或者名牌東西 那你也看到 其實很多 就是很多在我們表面上 看到的現象 其實背後影響 其實都是挺深遠的 由這個公共空間的問題 其實就不是只是說 政府 給這些商家這麼好的好處 有二百多這樣的地方 其實背後是反映有其他更深遠的問題 是否有好處 算數 現在還要 你給我一個地方玩一下 行不行 沒有 沒錯 有單車 還有20單車 我小時候還在車子上踢 還有看過很多個病人 又傷害很難 我都不敢再踢 在街上是沒有什麼車 現在的街是沒有車 是的 我現在說 想踩單車 只有一個地方 比較安適就是長洲 因為長洲沒車 但是一些人多 還有人多 其實都頗有可憐 有些人去大陸 去台灣 有些人去台灣 所以那些人唯有在香港埋頭就是賺錢賺錢賺錢 賺了之後就去外國退休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特異的地方 但始終作為香港人 我們也希望香港始終的自由度是比其他很多國家好的 我們也希望多方面盡量保持香港的自由空間優勝的地方 我們時間都七七八八 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提供一些題目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最後希望從中可以讓我們學會 了解到背後的問題 其實有什麼我們可以做令到香港更加好的 多謝大家收聽 我可以回答 我可以回答